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有只怪兽在我厨房里 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锐利的双眼在黑暗里发光 有着像蛇一般的尾巴 欲尖锐的爪子 好像能轻易把我撕碎 它破坏了墙上的黑板 打翻了锅子 对着我们烤肉留下的食物低吼 难道它是为了大餐而来 但它要吃什么 或是要吃谁 我的厨房里有一只怪兽 我感到无比的害怕 在黑夜里的怪兽 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在这里 在我的森林里有一只怪兽 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将我的家变成了灰烬 栽种许多饲料用的大豆 为了饲养更多的鸡猪牛 好卖给人们更多的肉 我们的森林消失了 成为人类的邪恶帝国 人类总认为自己所向无敌 但是它们真的错了 必须让全世界知道 这些行为真正的代价 这森林里的怪兽 让我感到无比恐惧 它让我们全陷入了生存危机 我正是为了警告你而来的 厨房里的美洲豹 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们会多吃一点蔬食 把肉换成炖蔬菜或烧烤豆腐 拉着我的朋友一起 厨房里的美洲豹 现在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们会阻止这些致命的怪兽 找回那美丽充满生命力的地球 G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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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